模型模型怎么聊 好男人来陪你聊 欢迎收听好模聊电台 我是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丹尼哦 我是阿兴 那首先呢我们先带来一个消息啊 亚洲最大的模型赛事Freedom Bay呢 聚集了世界各地的模型爱好者 将在11月7号8号与花博正宴馆集结 那本赛事呢已经行之有年 可以说是相当具有指标性的一场赛事 想要跟世界各地模型好手切磋的朋友呢 请把握机会 即日起至10月4号皆可报名 请上FB搜寻RF开拓动漫季 台湾国际模型公开赛 好 那首先这个消息呢 就是要跟各位说 本节目是可以插入广告的 耶 没有错 总之就是提供各位这样的一个消息 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 然后呢 这周是我们的补班日嘛 没有错 烦死了 对我们身为社畜呢 到昨天都还在上班 有够悲伤的 好了不过呢 下个礼拜快乐的 四天联休 四天联休 真的 有机架的朋友好不好 123直接给他请下去 联休 等下9天 哦 再加双十那个前面的 哦 再三天也请下去 哦 上半个月的时间 对双十是下下周是吗 对啊 对啊 哇好开心好开心 你上半个10月都没了 就是廉价嘛 大家都会想要在家打电动 那今天呢 就看到了一个 一点振奋的消息 萨尔达乌双哦 是出最新的一个角色 你知道 你有看到这个消息吗 有 有 银帕阿嬷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他们要出这个角色 算算我有点吓到真的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他每一个村庄要出一个代表 银帕里面没有银结嘛 就是那个村里面没有银结 对耶 确实 对啊 我猜啦 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想说 诶 这样的话会不会各国的国王也有机会参战 诶 对 有机会吗 有 有可能哦 这个 这个思路 希望他们能够釋出 之后再釋出更多的 消息出来 我蛮期待的啦 这个 这一款 这可以补完啦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补完当初那时候的故事 对啊 就大概知道有几个角色 然后发生 过去一百年有发生一些事情这样子 诶 所以鹰怕超过一百岁诶 他 对啊 我记得他还蛮老的吧 可是一百多岁也太老了吧 长命百岁 嗯 好啦 总之呢 傻子啊 这款游戏 我 我自己第一代试还没破完啦 哈哈哈 应该 要破完应该有点困难 应该都破完的定义很多啦 你可以说你整个剧情都走完 或者是 全部的收集要素都 拿完才算破完也有可 也是啊 哦 我是整个主线的故事还没走完 我神兽还没打完 原来如此 那你赶快 体验完那个美妙的故事 真的 好 OK 那接下来呢 就进入我们本周的新品啊 哦 先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形式呢 如果你觉得 没有画面 很不爽的话 台湾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 玩具新闻的平台 可以去搜寻 那这边就不一一列举啦 那总之呢 我这边的资讯呢 基本上是来自玩具人 哈哈 我觉得中文 中文的玩具新闻 他们做的真的是非常的齐全 他们整理的非常齐全是真的 对 要不然就是去追踪那个 推特 他有一个叫做Hobby Japan嘛 对对对对 对 总之我们这些消息也是从这些地方来的啦 我也拿不到第一手的消息 所以 啊没关系 有兴趣的朋友去查 Eva Frame Eva Frame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Eva就是我们的 Evangileum Yeah 福音战事 新世纪福音战事 那frame呢 就是骨架的意思啊 那他这次出在一个 核丸 哎 算核丸还是十丸啊 反正本来是十丸啊 啊代理过来都会变核丸啊 他们会把这个 因为他把他抽掉 对对对对 都会拿掉 应该也是法规的关系吧 就是对对对 法规的关系 食品法规 没办法放 放这个在里面 食物进去 对啊 你想想想那个东西也蛮可怕的耶 因为台湾这边的市场环境 有时候通常就是 你进货下来可能摆到那种 精品店或是百货公司 一摆就是三五年 你把糖果爪就坏掉咯 对啊 所以 就法规上来说还是 以食物拿掉为主啊 以前的那个 有出过一系列是for钢弹的嘛 他们叫做G frame 对 一开始我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 G frame出来的时候是 有两个套组 就是一盒里面的可能装 我们的出钢好了 然后这个出钢里面 它附了一个是 不可动的骨架 你可以把它 竹起来 对对 摆设这样子 对 然后它就 第二盒它可能就出一个 可动骨架 你就可以把你的钢弹的盔甲 装到可动骨架上面 变成一个 可动的盒碗 对 这么测个构思 真的蛮不错的啦 可是我觉得很妙耶 那你干嘛不直接出一个 可动的跟装夹在一起就好 因为像后来的 那个Zeta的三号季 好像就是这样 哦 我现在好像出 EVA那个好像就是 就是也是可动的吧 可是我算它的盒装很妙耶 它是盔甲跟骨架分开 但是盔甲的那一盒 没有给你不可动骨架 一定要这样搞就对了 对它一次就要买两盒 目前没看到它那个 不可动骨架的消息啦 但是 我从目前可以预购的地方看到 好像是八盒嘛 那分别就是初号机的话 就是一盒骨架一盒那个 对 装甲 一盒装甲嘛 那就是一二三 就是零一二三支就六盒 那还有另外两盒是什么 武器的 对一个是 一个是输送台 对 然后一个是二号机的飞行装备 对 对 就是 把他们武器付好好了 对啊 一次就是要买一套才完整 对 然后再 我记得好像还有出限定那个吧 那舞舞蹈作战的套族 哦真的哦 对他们就是附那个 就是那个自走的洋电子炮 哦 还有 有那个还有那个盾牌 我们的RG的遗憾 别再说了 怕我手时候会输 哈哈哈哈 这个盒 这个死完就出了 然后却RG不给我们 你知道这件事有多不开心吗 不开心到我连二号机都没买 哈哈哈哈 然后我想要聊就是EVA Frame跟HG Frame这个东西 他的单价其实跟HG差不多耶 我完全不懂他这个商品线的优势是什么 他一只就13公分高耶 其实也是满大一只的 他换算应该会比较接近1比200 对 就稍微 其实这样就以 产品线的这一种的大小 其实算是 满 就是适合在手上把玩 这样玩一玩的大小 对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他打开来里面其实还是框架嘛 也是要自己剪自己做 对他还是要自己做 对啊 那这样子 哦零件数啦 对啊他比较小 偏少一些 零件数 好吧 这样想也是 所以可以算是 嗯模型类商品的超级入门款这样 对啊 EG那种感觉吧 这他组合也蛮方便的啊 东西也不多 哦 对啊 那说到这个就是差不多这种小型 或是核玩类的商品 有另外一个系列他做的就是 比较锁定高年凌晨 然后零件也是非常复杂的 就是我们的Super Mini Plus 呀 没有错 我们的Gear战士电筒 本周有释出新消息啦 而且那句实很好笑的是 那时候一开始 一搭上那个机器 电筒的时候 他们就问说 他有没有武器啊 他就把所有他想要问的就是 有哪些武器问过一轮 然后都没有 因为他就纯近战格斗的 然后 然后那时候后来他做那个裙装甲的配件里面 就是把当初主角一做上去说 诶有哪些武器有吗 他把他全部讲出来全部做出来 放在上面 所以他当时有捏他对不对 对他捏他 他在 他在第一集的时候捏他说他 他之后要装哪些武器 然后他那时候那些武器有念出其他作品的名字哦 他是把他的特征讲出来 弓箭啊 有没有弓箭啊 有没有溜溜球啊 有没有箭啊 就很明显的可以知道他在捏他很多作品 好妙的 很好笑 所以我觉得很好笑 有兴趣去看一下他那个全武装里面的那个武器 配被捏翻到很多捏他 真的很多捏他 真的都是别人的影子 真的 他还有光速步枪 他还有光速步枪 RX78的光速步枪 对 他这个也有附 这个很好笑耶 我觉得他还蛮可爱的 他就是我附上去了 我就觉得很好笑 他那时候就问我 就说哇塞 这没问题吗 哈哈哈哈 你走在剧里面有自己吐槽就对了 这样没问题吗 呵呵 就跟那个啊 跟隐魂一样啊 呵呵 这个没问题吗 那个机器人女服刚出来的时候 不是那个疯狂科学家 嗯 把他做身体 一开始只有一颗头嘛 哦对对对对对 他说有这样的身体都可以参加一年战争啊 哈哈哈哈 好那说到这个一样是 盒丸的东西啊 最近有 又有一个新的商品线要出现了 他叫做 Gondam Artifact 啊 他是一个小GK 这东西蛮妙的 他是 算 他算盒丸嘛 反正就一样啦 盒丸在台湾又一样 对对 他是盒丸 应该算盒丸 然后他的材质是ABS 但他却搞得像素质套件 对 他颜色就是素质套件的感觉 现在看到的那个颜色 他就是一个纯素色的一个 像是肉色的膜 对 那个就是最后商品出来的颜色哦 很素 很妙耶 对啊 然后他的高度大概在5.5公分 对 很小超小的 超精致 对然后零件数超过50块 哦好爽 对啊真的很棒耶 那 诶现在家里没人 我就说了 这款我已经收了 我已经预购了 诶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没有讲 反正 反正这款呢 他是一中和是食入 所以有两套 诶 那到时候看 看要不要抽给观众 还是看你阿星有没有要收 这样 好啊 很便宜啊 一套才 他好像800多块嘛 然后有两套啊 这定价真的算蛮便宜的 然后那个这个 做法他算是把这个 呃 钢弹模型 精致化 然后缩小嘛 对 那最近 今天刚刚看到一个 反过来的例子 你知道 那个路上自卫队074战车吗 嗯 那个小战车 嗯 然后他要做大台的 蛤 是寿屋要出哦 寿屋 寿屋 寿要出这个 而且加了很多细节 变成可动 寿屋 有够赞 这个我现在也是超级心动 现在就只有一个灰魔啦 他就说他们要做这件事情 我就说 蛤 寿屋 你真的是 很有眼光哦 我想到他 还有几个 新的那个吧 我看到好像他有要出那个 黄金俑者 也是俑者 哦对对对 黄金俑者 对 可是他那个颜色不行啊 对啊 因为每样反红金俑者 他们那系列的机体都是 金 金 那种颜色 寿屋他们有 习惯玩电路这个 东西吗 我很少看到耶 我不知道像洛伊德他们那些的 就是 金属键好像 是不是真的也有 可是应该说算少部分啊 就是他有时候会出特别版 我就想说他会不会出特别版 有可能 可是我相信这个 看他的那个 情报上的那个颜色来讲 他应该确实就是 我们 很常看到那种 黄金黄 金黄色的黄 啊不是金 对啊就是 拉西的颜色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就是黄的黄色嘛 一个比较 比较亮的黄色啊 不是以前那种很暗沉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也是好的耶 你不要再混什么金属栗子进去 然后搞的什么似不像 哦对啊就很怕会出现那些 看他这个好像 刚一个比较不会有水波纹的那种产生 看起来是纯色啦 嗯 感觉不是有混金属栗子的那种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对啊也是 因为 你有时候如果是一些小的点缀零件 你做那种 金属栗子 让他稍微亮一点 然后有 比较不明显的水波纹 我觉得倒可以被接受 可是你黄金游的整只都是那个金黄色的话 哇塞不行 哦对 你整只超超级那个 成型的时候应该会遇到一些 很严重的困难吧 对啊我也觉得 这样我觉得也算是很好 而且你要改颜色很好 你自己喷啊 对啊就是单纯啊 对啊我觉得至少还好处理 嗯 反正他就是变成把 把他的那个水准下修嘛 就是说你如果 一般买到玩家 啊就整只不是金黄色 可是至少我做出来的颜色是饱和的 这样子 对 不会这么 也不会说你 组起来 总是觉得很在意那些水波纹 或什么东西 至少没有这个问题啦 我觉得算不错欸 对啊 而且我觉得 黄金勇者这部作品很妙 就是他的 角色 很武士感 哦对啊 对 就是他的 黄金勇者本体是武士嘛 然后 背包那个飞天的是忍者 对不对 对对 很酷欸 很窒息欸 看他后面其他机体就 就 还好 就是 最标志的就是他那一个 就一开始的那个机体了 黄金龙跟那个 合体的那个出来的机体 他确实是很标记的那个 将军的那种感觉 对可是很妙就是 他那个龙 然后跟老鹰嘛 对 可是他中间的那个本体是一台车 对不对 对对对 这 这以前大部分 这种我觉得 这种超级机器人 大部分都是这种合体啊 合体去的 很多种元素放在一起 对啊 不错了 没有啦 可是就是确实 黄金勇者那时候真的是还蛮 我算是已经比较晚期了 黄金勇者那时候我已经快要退 勇者的坑了 哦真的啊 对 那 他 因为台湾代理的前一部应该是 特级吧 我有看的是特级跟达纲 哦是哦 对 我好像 我这个好像都有 有有事有看啊 黄金勇者我看蛮 蛮多次的 哈哈哈 因为我家没有第四台啊 然后平常看的时间就好像不固定 有时候就看不到这样子 哦这个 这个可以讲很久 很多啦 在小时候真的看的超多这种 这种机器人 对 动画超多的 啊 就是还蛮幸运的是 我们这时期的人就算是 刚好身处在机器人战果时期 真的 就是我已经想不起来 到底 所谓的这个 呃 机器人战果时期 就是很多超级机器人同时出现 应该大概是落在 1990或是2000年那时候 2000年那时候已经算是末期了 末期了 那时候是末期 对 所以大概这十年间 2000年往前十年 真的超多机器人 动画的欸 对啊 对啊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完全没有概念 我觉得可以 之后来讨论一下 我看勇者系列的话是1990开始啦 他是总共 十一部 对啊 然后那个时期很妙的是 同时有蓝光人系列嘛 嗯 然后还有 魔动王他们也差不多那个时候 跟 魔动王就是跟魔神英雄传一起 嗯嗯嗯 对啊 那也好几部 然后像一开始刚出来的弹珠人 也是有搭载 机械载具的 哦对 对啊 对啊很多欸 就是 就是当 当年那个社会背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对机器人这个东西很有憧憬 因为你要想 早在 以钢蛋来说 1979年就已经有机器人翻了 可是 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 商业模式 对啊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个 时代的演进啦 就是那时候 表现的作品 动画表现的方式啊 还有就是大家的构思啊 可能是从某个东西开始 然后觉得 商业化的感觉还不错 比如说可能有些技术突破痛点 它可以 用比较低的价格 然后铲出这种 高水准的机器人的画面之类的 也有可能 然后还有 就是 卖玩具的套路嘛 毕竟商机很重要啊 当初初缸也是啊 初缸的时候不是厂商 我还记得很闲吧 很闲 很闲那个 鸡蛋 他们到底基本一般 卖不卖的好 这件事情 他觉得他的外型 太不吸引小孩子了 对啊 我印象中那时候 那个 那个 鸡蛋他们的 整个制作下 其实也很可难啊 嗯 对啊 一开始初缸的时候 对啊 好那既然我们聊到初缸啊 就是 这周又有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 呃 初缸的 新的 PG 啊 即将要公布消息了 呀 这一次的这个图 摆出来真的是有点吓人欸 初缸都不初缸了 哈哈哈哈 你有看到他那个头的画面吗 对啊 那个图吗 对啊 有够凶 对啊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个人是蛮期待的啊 然后他这一次的这个 发表会 蛮有趣的一点是 他是那个 VR 对啊 VR的发表会 VR的发表会 那好像会有先行发表会 然后他抽选 7820名 可以先 782 对 RX782 哈哈哈哈 我其实有点担心欸 就是 VR应该很吃相的 嗯 吧 然后你这个算是 他算是同时线上发表吗 因为我是VR的话 我是可以在那个环境看到其他人吗 还是说 我就是做一个VR空间 应该是 你能进去 就 就只能在这里面逛 对 看不到其他人 对啊 看不到其他人 就跟玩游戏一样 对啊 我想说如果你要跟其他人互动 那server直接爆掉 应该是没有啦 哦 我想说 那应该就会变得是有点像什么 VR影片的概念 预录的 对啊 可是他好像又有互动 就是 他可以跟这个 VR场域里面的 物件互动 这样 应该就像一个游戏吧 就是 你进去里面可以看整个展场啊 里面的东西啊 你都可以做互动 哦 只是 那应该就会变成是 你要下载一个东西下来 对 应该是 哦 那我一开始刚看到他这个四处 他就是一个 Gunpla Persession VR 那我那时候看不懂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觉得说 该不会 这款新的PG 可以跟VR设备互动吧 那他说 也太酷了 我那时候的想像是 我可能会有一个 表敌物的小光点 然后模型组起来之后 我拿那个光点 假设我 移到 大腿 我就可以从VR装置 看到他大腿内构 之类的 也太 也 好像很爽耶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用AR 对 那个Nintendo 3DS 他不就有AR 我照着模型的部位 他就跑出一些设定 等等的 也很帅 对不对 这个 希望 之后 那个 有人会听到我们这个构思 哈哈哈哈 真的 希望 做一下做一下 对 然后这一次他还蛮妙的 这一次的设计是 我们的班代真儿子 异端钢弹的设计师 阿九金潤一 对 来设计的风格 而且这次他就是 一样啦 引用玩具人的报导 他有一句话 让我觉得很可怕 是 他说这款商品呢 将突破所谓 商品化的商业考量限制 毫不保留的注入各种技术 进行火力展示 誓言要打造出 救急的钢普拉 价格也相对的火力强大了 对 没错 这边就是 即将出现 救急的价格的钢普拉了 哈哈哈 真的是很可怕 喔 这个组合模型 你是要搞得要多 多可怕呢 欸 你像这一次的那个MGEX 就六千块了 对啊 真的 要羞喔 好啦 总之等发表会的消息啦 我个人是期待的啦 他会不会买再说啦 欸 啊 那如果万代有看到 我们的节目的话 我们是可以接收赞助的喔 哈哈哈 嗯 帮你开箱喔 哈哈哈 我 我们现在可是 休闲类百大Podcaster 哈哈哈 啊 收听人数多少我就不讲了 哈哈哈 好啦 那初纲再来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消息了 我们今天讲新闻讲好久 那个 初纲他 那就是之前说 横冰钢弹要走路嘛 对 什么轻小说的名称 走起来了 对 走起来了 反正就动起来 然后大家就说 哦 又可以动 又可以跪 然后又可以抬手 还可以比中指 那总之呢就是这件事情呢 造成就是世界上各大媒体的一个兴奋啦 那澳洲这边呢 就有新闻的平台 抖大打上了 Real Transformer 真的 你知道被那个吗 对推特上一堆人转 这一个这件事情 就说难怪被澳洲 被砸那个殖民地 对对 我这边给各位解释一下 反正 就是澳洲那边呢 他们就在这个 会动的钢弹上面 打上一个新闻表写说 真正的变形金刚 那这时候呢 我们钢弹民就有一些人不爽了 有时候在钢弹的故事背景里面 就是 第一部0079年的钢弹动画 开始的时候 其实已经打仗了嘛 对 那打仗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设定中有所谓的 宇宙的人民跟地球人民 那宇宙人民就看地球人不爽 他们就砸了一个殖民地 你就想象说 他丢了一颗陨石到地球上 他砸中的地方 就是澳洲 冥冥之中 真的气死 乱讲 有多气 可是这样子其实也满意出 钢弹这个东西 可能在其他国 欧美地区 并不是真的那么的知名吧 或者是说 跳脱 我们所谓舒适圈之外的人们 就不认识钢弹这东西 但他也身为 撰写新闻的人 也好歹做一下功课嘛 对不对 当然啦 当然 目前我看到的立场也是比较偏向这样的说法 可以理解 应该是文化背景不同啦 他们可能受 像变形金刚之类的作品 在国外可能影响的比较多 对他们来说 就是机器人 对我先第一个想到的方案不是钢弹 会想到的是变形金刚这种感觉 应该是那时候 可能当初先传进去的就是变形金刚进去 他们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 就是跟那个战队系列啊 Power Ranger也是啊 对对对 台湾的话大家看到战队 首先想到就是Power Ranger 对啊对啊 但实际上他是 其实是通过版权方式先在日本 然后才卖给美国 对啊 才引入台湾 在亚洲地区有点想反过来吧 就是变成说 在台湾我自己所在的环境来说 我们看到机器人要马觉得他是无敌铁金刚 要马就觉得他是钢弹 对 啊分法很简单啊 长得比较复杂的就是钢弹嘛 原住体像铁人28号那种的就是无敌铁金刚 对于不认识机器人的人来说 对吧 都一样的感觉 对反正就是方方的冷角的 然后有一个可能有红色下巴 可能没有不一定 他说你看那个就是钢弹 然后我之前听过一个最屌的就是 可能就那个妈妈嘛 他不认识 然后看到一个什么机器人 他说你看那个是无敌钢弹 无敌钢弹 直接合在一起就不用分 大家都一样不用分那么清楚 真的真的 哦好好笑 反正聊这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在不是有在follow这种AC剧或者是动漫产业或者机械人文化的人们来说 这一些东西其实对他们眼中其实看起来差不多吧 对不对 对 那提到这个偏见的我要分享一个我本周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啊 要讲我公司的事情 对 好 因为我就想说 这个人他听到前面讲一堆玩具的东西 一定会没进去 不会听到中间 所以我现在还要讲 反正公司又来了一个新人嘛 一个年轻人小帅哥 然后他就是好像有在跳街舞之类的 反正来了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离职了 蛤 对 那今天呢 这个我想要讲这个人他是一个一个阿姨 可是他跟我讲话自称姐姐 但是我不承认 一个阿姨 他说 是不是我们工作 我们工作环境做办公室 是不是我们工作的环境太安静了 所以离职 蛤 什么意思 然后就继续追问他 他就说 哦 啊他就是喜欢跳舞啊 啊喜欢跳舞的人应该都很活泼吧 所以他就觉得说 因为他个性很活泼 然后办公室太安静 他就待不住这个环境 所以离职 你是来 你到底是来工作还是来安 来干嘛 不是 这个是那个阿姨的解释 什么鬼 我就想说 这个逻辑 是死掉了吗 哦超扯 他直接扣两个 两个标签 对吗 首先扣 跳舞的人就进不下来 再来就是扣 工程师都是很安静的人 对啊 那我们这样子来 快哦 你知道你在讲什么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 就是因为他不理解 不理解 对他可能不理解跳舞的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嘛 那也不理解 工程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会有偏见 那我现在要举一个正面的例子 就我老婆 就是他本来呢 也不是所谓 喜欢AC剧界的人 他觉得我是个宅男 他不喜欢宅男 然后呢 我有订Netflix嘛 他有一天他看 看剧 要看了 看了 没东西可以看了 我一进房间 你知道我发现他在看什么 他在看什么 他在看 我的英雄学院 很好看啊 而且 而且 他说 很好看 很喜欢 喜欢到一次把三季追完 我笑死了 然后 还直接订了一只海洋汤的欧尔麦特 超赞 哦路坑 赞 直接路坑 变脑粉 你看哦 这两个例子就是 一样都是对于一个他本来不熟悉的领域 一个就是一个偏见 然后没有理解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他去接触之后发现 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真香 真香 对 那这就要引导到 我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个 有一个事件啊 就有一个男生在那个PTT的FB那边说 我跟一个网友在聊天啊 那对方问到说我兴趣是什么时候 我就说 哦 我的兴趣是模型 然后他就丢了一张红莲罗言的模型的图片给对方 然后对方就回他说一句 小屁孩 哦 首先啊 首先啊 我要厘清啊 这个环境啊 如果 如果你所谓的网友 是你在交友网站认识的可爱女生 那我就觉得男生你不对 Yup 哦 你你这个东西是目的性 你要设想对方喜欢什么吗 好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点 就是你可能在不对的地方 推广了一个你 嗯 对方没兴趣的东西 对啊 对 那首先这是第一个事情嘛 那第二个事情是说 呃 对方虽然不理解这件事情 但是他也不尊重 小屁孩 对他扣了一个标签说 他觉得吼 模型这东西啊 就是玩 就玩具嘛 啊玩具就是小孩子在玩的 他说 那你都这么大一个人了 还玩玩具 你很屁 你是小屁孩 也不是代表说 哪 某些人 不愿意了解这一块的东西 就他只刚好遇到一个 就是没有那么想要 呃 带有这种刻板印象啊 这种相关的 不太良好的印象吧 可能会觉得说 可能原先啊 可能他真的遇到这种的 都是不太好印象的 假设 假设对方是个女生 那这个女生你说他可能之前有遇到一些不好的对象 就是说 假设他之前的前男友 呃就是买一堆玩具 然后不务正业 然后觉得说长不大很屁 所以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 有可能 反正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 有几个议题可以讨论 首先啊 就是第一个点 我模型是玩具还不是玩具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然后再来第二个点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长大了之后不能玩玩具 嘿 这个这个还蛮妙的对吧 这个真的 怎么说啊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 老一辈的人的想法 可是你在就是成长过程中 有过这样的时期吗 你有没有在什么时候觉得说 啊 我已经这么大了 我可能就不要再玩玩具了 我国高中吧 那阵子啊 比较会会觉得说 嗯 就就是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 仰赖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 嗯哼 对啊 就是这种东西本来 因为这东西本来是娱乐 啊 对 这东西就势必是会放在最后面 才会被选择 哦 所以你的看法是说 你觉得这东西它就是变成一个奢侈品 对 所以你就觉得说 我可能要懂事一点的 我不要买那么多奢侈品 对 因为我们要比 你可能要先投资在别的东西上面 哦 我看法跟你不一样 哎 我觉得 我也是差不多在国高中那时候觉得说 啊 我觉得玩玩具我可能就不够成熟 可是我会这么讲 是因为我那时候认为玩玩具很不酷 哦 对 是同侪之间造成这个现象 哦 因为你要说奢侈品 当年你说手机 对不对 也是很奢侈 够奢侈啊 你也不会少买 你懂吗 实在那个圈子里面 你还是会 还是会去买所谓奢侈的东西 就是非生活必需的那些东西 不确实啊 但是 买了之后你的目的是就要觉得说 让同侪说 哎 我有这个 我很酷 哈哈哈 因为 对吧 你应该不会说 我打工是为了买模型 跟我打工为了买手机 哈哈哈 对 你懂吗 在我们那个年代 打拿出来什么 MP3播放器 哦 就很潮的帅 对 潮爆了 我就说 哎 我很喜欢这个钢带模型 就有说 哦 不行 圈子啊 我觉得它有圈子的问题 哈哈哈 对嘛 所以 所以其实说穿的我觉得 不玩玩具这件事情就是 不酷嘛 呵 对啊 就是会 在那时候会有这种想法 确实啊 也 这应该 这也是一个原因 没错 呃 这就要牵扯回来说 为什么我不酷 是因为这东西 玩的人太少了 没有遇到舒适圈的人 或者是 你要 啊 那时候青春期嘛 大家最喜欢把杯 Yup 啊美娅就不喜欢这种东西啊 对啊 美娅 美娅 真的不会喜欢机器人的 你看 诶我买了一张WINS的专辑 哦就很吵 哦 啊 哈哈哈 哦快要透露我的年龄了对吗 哈哈哈 阿拉西啊 这阿拉西比较 对 对 我买了五月天的合集 然后带去学校 然后用CD播放器放 哦 瞬间 啊 嗯 yeah 对 一样一样几百块嘛 那我可能就不会选择去买模型来玩 对啊 确实 所以就是品味养成 然后跟共鸣嘛 对啊 所以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我们现在 要实施什么 模型推广运动 模型补外计划 没有啊 对 当时现在如果大家都说 都觉得玩模型是一个很酷的事情的时候 诶 它自然就会变成是一个 嗯 不会受到排挤的事情 对啊 现在就是因为人太少了 对不对 但我觉得已经跟以前比 我觉得现在的环境 我觉得已经 已经好很多了 哦当然啊 当然是好很多 对 我觉得 有网络上的发达 真的是差蛮多的 以前 以前那时候没网络的时代的时候 这种东西 这资讯量真的比较少 呃 我自己个人的状况比较特殊吧 呃 反正就是我是独生子 然后 平常也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 我小时候基本上呢 都是玩玩具度过我的 那个 在家里的时间 嗯 所以我有一个 我不知道是算 反正很特别的一个习惯啊 就是小的时候我出门哦 我就一定要抓着一件玩具 出门 哦 你不会那么丢 哈哈哈 不一定 不一定 可能会 可能不会 所以玩具这个东西 在我的认知里面 它就是一个 我生活之中 就是要有这个东西 所以 在国高中时期的时候呢 我还是很喜欢玩具 只是我不讲 哦 哈哈哈 哎 我不想跟他说到我很不酷 哈哈哈 可是我很喜欢 哈哈哈 这确实啊 我也是 我也是 我那时候有 所以有在碰这一块 可是就不会特别说 对 不过 我会回归到 玩模型 有个很大的原因 再次在高中的高三那一年 就是我 那时候身边周到同学 其实他们有几个人 就突然有突然聊到 模型跟干旦这一块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高中那时候 应该有seed了吧 我记得 seed已经结束了 然后开始在播double 我记得已经有 就是那几个作品 然后 我那时候 印象很深刻就是 反正 我会原本从 会从事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讨论到 身边的朋友 就同学 就讨论到这一块 然后他们说 诶 这个钢弹模型 很酷 就大家 我们那时候几个同学 就是因为这一块 然后慢慢在玩 突然玩起来 也会慢慢回归到 这一块上面 一开始我真的 那时候前期 其实就不太会碰这个东西 所以之前 你也是没有在碰 然后就是因为 算是有 同才之间有建立起一个 算社群 对 有同温层的 形成了一个同温层 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其实回过来探讨 你玩 也不管玩什么东西啊 你为什么会被别人讲 诶 讲说 你这个东西 很屁啊 你会不高兴 我觉得可以理解成说 其实你对于你这个喜好本身 是不够自信的 因为你可能想要一个认同感吧 就是你 就你 毕竟你喜欢输 不喜欢 不可能就是说 被否定 这种东西 你就觉得说 干嘛 这有什么问题吗 可是这种说法 就有点像那种歌手 被人家说 啊唱这个没有人要听 就有些独立音乐能量的啊 呵呵呵 就一样意思嘛 其实一样意思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应也不用太大啦 不懂的人一定有嘛 那大家就去 care大家自己的同温层 或是懂的人 就好了 不用跟他一般见识 呵呵呵 对啊 我自己现在这样觉得啦 不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好 像大家一直在推广啊 YouTube啊 不管 不管怎样 都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已经跟以前比 真的好太多了 这个我认为现在这种 我们现在讨论到这个方向 是一个正向的角度 就是我们提升自信 我们觉得说 我们玩这个东西就是 我就是很喜欢 也不用管说他酷或不酷 那 我现在很怕的是 有一群人 他们觉得说 诶 他要切割 我们玩的是模型 不是玩具 所以模型是 有技术成分的 那可能可以被归类成艺术 那 所以他很酷 所以要用这个论点来说服你说 我玩的东西其实不幼稚 这 我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是 真的能这样归类吗 就是 我会打上一个问号 对 这东西我会想要持一个反面的态度 我会觉得说 你买模型回来玩 你真的把它升华到艺术层次的玩家有多少 那他为什么不是玩具 那我为了这东西呢 我还去维基了一下 我去维基 什么是玩具 那维基给所有的定义呢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 可以带给人们乐趣的东西 你就可以理解成玩具 就像有些人玩车嘛 对 买了一台重机 他说 我最近买了一个新玩具 然后他就是重机 你懂吗 对对对对 对嘛 对有人这样讲没错 或者是 做那种 什么 3C的 那种 创作者 他买很多只手机 他看到一只有趣的手机买回来 对他来说 这东西也是玩具啊 把玩 对把玩 能不能把玩 我们觉得就是 就是等一下要谈完整个话题 那 能够带你快乐 那 最好理解 就是 请去玩具 对对对 对嘛 对没错 很好理解 是最直接的 所以 用这个论述来讲 模型他是玩具吗 我觉得是 是 在这边 就是 打脸那些说 模型才不是玩具 你给我点点 你买了他会开心 他就是玩具 除非你买的时候 你用 你就会说 哦天哪 好贵 我好不想要买哦 可是他艺术成本好高 那你买屁 哈哈哈哈 对啊 靠 哈哈 傻眼 玩具跟艺术星 这两件事情根本就不冲突 对啊 这样的东西本来就 确实是不一样的啦 但是 但是你想要 硬要把它多成 当作艺术品 我不反对 但是你不能说 它不是玩具 这件事情 对 这件事情很奇怪 你可以当它艺术品 没有错 因为你对它上面做了什么东西 就是你 你 不管上次来怎样 就是你做过的东西 你确实可以当作是艺术品 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 然后呢 对于这件事情 我本来是想要持反 反方论述 所以我去查了 什么是艺术 什么是艺术 他给的答案 出乎我的想象 很空泛 他说 你会觉得美就是艺术 没有 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啦 那大概的意思是说 你会感受到美 或者是说 这东西有想要传达的意涵 或者是 含有 技术成分 所以说近代呢 有一些 游戏 也被归为成 所谓的游戏艺术 对对对对 对 没错 所以艺术这东西 很空泛 它是一个概念 那 你说它是 它其实就是 对 那我可以说玩具是 艺术品是没有问题的 对 因为我本来想要说 没有玩具就是玩具 玩具不是艺术 那我一招直接被打了 所以那是代表说 这个艺术品这个定义来说 其实这是很空泛的 但就对你来说 你有没有那个感觉 那就是艺术品了 然后就要回到我们上一集 为什么 我们就提到说什么 商业行为好像会被 怎样子指控 然后艺术就没关系 然后我那时候提了一个论述是说 因为艺术没有商业性嘛 不行 不对 其实是有 没有它就是想要针对你而已 跟你艺术艺术根本没关系 对耶没错耶 对啊 所以我要吃我之前讲的话 抱歉各位 没关系 艺术也是有商业性 我们可以经得起指控 然后我们就是知错要能改 对对对对对 所以有听到任何觉得不爽的 直接讲 对对啊我们错 对啊 lanes 对啊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那个 我们愿意错 不好意思我们讲错了 对没错 你可以止出来 对的 没有想到被危机打脸笑死 ada 说啊原来是这样哦 其实艺术品这种定义 我真的还真的算是蛮广的 连任何东西都可以当作是艺术 对啊没错啊没错啊 现在之前不是有那个 乐高积木的展览吗 他就是用乐高这个玩具 当作媒介 去表现他想要传达的内容 所以有艺术成分的是 他想要表现的这个过程 再加上他选用的这个媒材 大家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觉得商业性 然后娱乐性跟艺术性 其实他们现在啦 在现代其实慢慢的混在一起 就是以前会说 艺术家都会很 都会饿死的这个说法 其实已经不太成立了 对对 因为媒介变很多了 所以艺术的这个核心呢 我觉得还是在人啊 对 玩模型你要怎么把它玩得很有艺术性 那是你的课题 但是你不能 可是你不能说 这个东西它就是艺术 就是说 我知道怎么讲了 你不会到美术社说 这个水彩它是艺术品 你不会说这张图画纸 它是一个艺术品 着色画你不会把它当作是艺术品 所以 如果你只是把模型买回来租起来 然后你跟我说 这东西很艺术 我个人是不认识的 个人言论 没关系啊 有时候是冲着我来 说明就他对他来说就是 我完成了这东西 我做了这个 就对我来说 就对他而言是这样子啦 对啊 可是别人 可是那就是成修感 就跟你拼了一片拼图一样 就是广泛 广泛来说啦 就是你 就是觉得说 这个东西就是艺术品 我明明要像你认为就好 我并不会觉得说 我并不会认为觉得说 他没办法 不管怎么样 这要讲到另外一个点 就是说 你有这个立场嘛 他就算是立场 对 那你要怎么说服别人 认同你的立场 就是看别人 是不是也是这样看的 对 但像他就无法说服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啦 对啊 哎呦 蛮妙的 然后再来就是 有了这样的一个立基点之后 开始就有人在说 诶 那 很多人在说 模型把玩很脆弱 嗯 然后 你要把玩就不要买模型 对 这件事情我也是成反面立场 哈哈哈哈 why 那确实模型来说 把玩上 确实很容易会发生问题 比较相较下来 那你认知的把玩是什么 摆摆动作 我把他手 对啊 我 我模型买回来摆动作 手折一折 然后脚抬一抬 可动性 现在模型大家不能在意可动性 可动这个东西就是把玩的一部分啊 是 对啊 还是他想象的把玩是像变形机器人一样 我会拿起来甩来甩去 什么甩来甩去 哈哈 反正就是 我小的时候嘛 因为我很喜欢玩玩具 然后会买一些 那种变形机器人 啊以前的变形机器人就那种合金玩具 他们都很坚固 哦 关节都很坚固 他们着重的是变形中的那种娱乐性 嗯 所以你变形完之后 他就是一根 不会动的身像 啊你就可以把他拿来这样 咻 然后很大力的去摇动他 他其实很坚固 这个变形过程跟这个状态 我认为他是把玩的一种没错 嗯 对 可是 模型 我去摆动姿势 他不也应该是把玩的一种吗 然后又要回到我们的情趣玩具 你使用他的过程 难道不是把玩的一种吗 还是说你是用那个玩具 把玩自己的身体部位 都算 都算吗 都算都算 所以 好 所以把玩这件事情 跟可动不可动 就没有直接关联性了 确实 诶对 对嘛 像我们的飞机杯他就不可动 我们可以让他可动 对 有多种形式 但是 普遍来说是不可动 对 所以他认知的把玩是什么 哦 嗯 对所以他说 啊你要把玩就不要买模型这件事情 我觉得 不行 不能这样讲 太偏颇 嗯 我们要包容各种人吗 对不对 大家对于模型这一个 这个商品类型 或者是说 他很热爱这个东西 嗯 他就会套入太多的标签 哦 嗯 啊 我们应该放下嘛 我们要包容啊 因为 呃怎么讲 回到我们的模型推广运动 你越容易入门 你可以从各个角度 去理解模型这个东西 就会有越多人进来吧 对啊 对 如果 呃因为像 我自己抱持的态度是这样子啊 有些人会说什么 哦啊你玩模型就要学什么喷漆啊 你要修汤口啊 你要买胶水干嘛的 不用 对啊 因为 你看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嘛 你是要推广嘛 你要更多人玩 对 那更多人有什么好处 你之后去交友软件跟人家说 你在玩模型的时候 就不会被说 你是小屁孩 哈哈哈哈 原来是因为这个啊 你下次 你下次再去 好如果今天这个东西 玩的够多 你下次遇到一个美美人朋友 这样说 诶我在玩模型 他说 诶真的 我觉得胸牙卡好可爱 诶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很爽 真的 这真的有感觉很好 会非常良好 我是利益良善啊各位 诶拜托大家 所以干嘛 你干嘛设那么多限制 对啊 你的门槛越低 就是 你的视野才会广阔 对啊 这让大家多一点的人 越多的人越好 对不对 你设限这么多就没有 没有那个必要 这东西不是 你特高上 你就会特别厉害 对 啊你太封闭 就会怎样 就显得念宅 我觉得宅这个词汇 就是这样子而来的 你会想要跟不懂 这一个专业的人 解释的很清楚 哦 哦哦对 啊以 技术宅或者是 电脑宅好了 哦你知道这张显卡 他可以跑 多高分辨率的东西 他跑游戏可以跑几针 听不懂 那女生就觉得 哦是哦很厉害 那 那他可以换几片松柄 很多片哦 不知道怎么接嘛 对 会不会聊天 很多片啊 所以我觉得宅就是这样子啊 你不小心太热情了 就会显得宅 要适时的搜索 对啊适时搜索 你不能一直丢球 茶阴观色 对 怎么变成教大家 怎么跟女生聊天 为什么 哦社会标准 你会觉得玩玩具这件事情 人家讲你是小屁孩 你为什么不爽 就是因为 你没有自信 然后 说穿的啦 其实是 有种自卑感 对 看不起自己玩的东西 对 对 所以说 反正大家就是尽量推广嘛 就是能拉一个是一个 对不对 跟老鼠会一样 那 回过来谈到 模型的本质了 那到底算是玩具呢 还是艺术呢 刚才我们给出一个结论 都是 但是其实 它有一个 更核心的 可能性啊 就是宗教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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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星说是信仰呢 为什么 因为像基督教嘛 他们不是每个月要付 一笔钱 什么三一奉 还是什么东西 我不能清楚 反正就是他们 他们每个月好像要付薪水 几分之计给教 就是一种贡献 然后呢 信仰就是你可以取得一个 心灵的安宁 或者是心灵的喜悦 那你可以把你的生活重心 放在这东西上面 然后是一个依托 那同时呢 你 喜欢这东西是 没有理由的 对 还有一个 最可怕的就是 即便他做的再不好 你还是会选择支持 都会 都会喊真香 对 没错 综合以上手术 模型 是 就是宗教的一种 是一个信仰 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 传教师 你有信久吗 而且 我觉得 我们除了传教之外 还是 很激进的那一种 会让人觉得困扰的那种 模型传教师 我们以后就用这个 身份去外面招咬状片 以后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那个 品牌有印银名片 就好 那是模型工作室 然后 然后后面就写 模型传教师 只称是模型传教师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笑 可是我觉得 就是他本质上是这样子 因为 讲真的 我一直无法解释 为什么 我会喜欢机器人 跟玩具 我 完全没有任何的脉络可学 大家看上去就说 反正机器人就很酷啊 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感动 就是我觉得从小时候 感觉就是 一看到 机械人 这种感觉 对 就超酷的 然后就很喜欢 对啊 对啊 所以 这不是宗教是什么 他神圣打动着 我们那个男人 对不对 人的那个心 人内心的一个欲望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从什么切入点 去理解这件事情 但是 自从我认知 玩具跟机器人 然后我有意识之后 我就蛮喜欢 对啊 我也会是 然后很多人也是 看到玩具模型 一直想要买 买到 真的没钱吃饭 月底吃土 对啊 真的有这种夸张的 对啊 这超超扯的 这激进派啊 激进派啊 而且 而且我觉得 他最像宗教的一点是什么 有人想要从中获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数罪券 转卖啊 对对 宗教里面都会有啊 转卖就是模型邪教啊 或者是盗版商也是啊 对啊 对对对对 对对 哦 这超像的哎 反正 反正之前那个紫色师傅 他们不就是 仗着佛教的那个 分出来吗 然后就是 我们信的是 同样一个 呃 一个神明好了 然后我分成两个派系 一个是在推广 然后一边是为了获利 对 这就像什么 我们钢弹这个IP 版带是有正式授权的 可是龙桃子 但是龙桃子 想要从中火力 对对对 你看就是嘛 就是宗教啊 宗教战争 好结论 模型就是信仰 最后下了一个 就是最高等级了 我觉得最近很难 很难那个 对不对 好啦 那以后人家就自我介绍说 你的兴趣是什么 我说哦我的兴趣哦 兴趣是模型 那你信什么宗教吗 我宗教也是模型 模型教 好好笑耶 好赞哦 好啦那 其实刚才讲那么多 说我们都说模型是信仰 对 那其实 真正的信仰 是什么 谈了一个好像很深入的话题 真正的信仰其实是胸部吧 奥巴 奶子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 最近呢 在社群媒体上 很多人在分享自己 做完的作品 可能很厉害 可能只是想要分享说 我买到这东西 但是 其中有一个类型 最近很受到关注 露出胸部 才有诚意 Lut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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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说法好吗 其实我有一点怕 等于其他人 反正呢 就是有一些女孩子 在这个圈子里面出现了 然后他们就是 会放一个美美自拍照 跟一个作品的合照之类的 我就说 我最近做的这东西 那大家喜欢吗 然后就 有几百几千人 按赞表示说 我非常喜欢 蜂勇而至 就是说 这个东西太棒了 太棒了 那是什么东西 我就不明讲 鸡鱼章的一个理由 然后就有人跳出来说 我之前po了一个什么 什么模型的照片 都没有人按赞 应该是少了这个 然后他就批了一个 女生在他的模型旁边 然后 试图引战 这种行为 我都认为他是要引战 因为他是做一个 我个人觉得啦 不友善的一个发言啦 总之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 就引起了我的一个 想要讨论他的一个欲望 你说 第一件事情 你做模型 是为了要讨战吗 我觉得他那个人 应该只是 愤愤不平吧 我知道大家会想要 去取得所谓的认同 你就算一定是你觉得说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赞 想要跟你分享 可是现在 心态就有点 有点扭曲啦 人家会去女孩子那边按赞 一定也是觉得他很赞吧 你这个 没错啊 很赞很赞 啊你的赞比人家差就是 你也很赞 但是 你可能没有那么赞 啊这个东西就要归类到哪里 归类到行销 你要怎么去包装它 就像A片的封面一样 好不好讲A片不好啦 泡面啊 泡面的封面 嗯 嗯对对对对对 一样意思嘛 一样意思 其实这件事情很妙欸 在日本那边啊 反正就回到A片 A片的封面这件事情 让太多人不高兴了 不高兴到怎样 如果封面跟本人的落差太多 那 开罚欸 哦真的哦 好像有这件事情 真的假的 之前有看到在吵这件 因为之前有看到在吵这件事情啊 啊不知道是在谈这个法案 还是说真的已经过了 我不确定 修到爆欸 就是封面的跟 里面的 不一样 对啊 反正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行销手法啦 对啊 只是你如果是A片 你就不可能说 就是 本包装与内容物可能有不符 你不可能明讲啊 泡面就可以硬啊 泡面就没差 所以他就是透过一个精美的包装 啊核心是什么 核心还是他的那个模型 嗯 我愿意这么想啦 啊你是不是这样想 我就 我就不干预 就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说 之前有很多的 嗯 好 Rutuber Rutuber 这个这个词很好用啦 因为其实蛮多人用的 哈哈哈哈 好啦 那 这东西其实也出现在各个 各个领域 对啊 很多领域都有 包含了 弹钢琴 Yep 模型最近也有 有 那 我现在听到的说法啦 一开始啊 你这东西可能会吸引观众进去 就是点开那个影片看 嗯 可是你实际开始看之后 你还是要去在意最核心的价值 就是 一玩模型来说就是你模型 做得好不好 嗯 或者是 你开箱你开箱有不有趣 对 对 对 到后来这些东西还是会一一被检视的 对啊 会有些几个也是算技术也蛮不错的 对啊 可以看得出很用心在做 只是这个 当然 这是个方法 对 你怎么吸引一开始的这些群众 对 所以我就在想啊 如果我长了一对胸部 现在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嗯 嗯 嗯 对 就是你有带把 对没办法 哎 带把这件事情 跟奶子 也许不冲突 等一下 等一下 就 就站起来 不要这样 太快了 太快 跟不上 哦 不要这样 哦 痛 很恐怖 天啊 头好痛 我的天 好啦 反正呢 就是说 胸部这件事 不是胸部 哈哈哈 你是被什么 谋蔽了一双眼 对 反正就是 有些品牌 或者是他想要经营社群 嗯 用女孩子的这个角度切入 我觉得是没有不好的啦 对啊 这就是个方法 对 就是个方法 然后呢 最近很屌的是 香港那边 不知道哪个社团 开启了一个 投票 他截入了所有的女性的模型创作者 就是在社群上有在经营的人 有些像垃圾他们这种的 或是像那个日本那边 然后他每一个排开来 投票说哪一个追赞 这个超屌 这个我看到的时候就说 这可以哦 有结果吗 我后来就没有再follow了 我就看到我发生这件事情 这个好赞哦 因为你知道我也认识垃圾他们 我去观众这个东西 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感觉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种算是什么 网美文化吗 网美他们有在搞这种排名的吗 我不知道 应该这都是额外给人家这样去用的吧 就是一些底下的粉丝啊 或者是有心想要操作的话 是确实一定会有人想会这样做啊 然后这个就让我正确的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 果然台湾人跟香港的本质上还是不太一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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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 我不会有这种想法啊 我会觉得 哦 既然哦 这件事情是现在的流行 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 我就一视同仁 我都喜欢 或者是我都不喜欢 哦哦 对 哈 我不会想说 嗯 我都喜欢 可是 我要选一个最喜欢 哈哈哈哈 全都要 我没有这种想法 不是这个 我大爱 我大爱大爱 我闯教室 闯教室的开玩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闯教室 对啊 所以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排名哦 不可思议啦 还蛮妙的 对啊 对啊 不要放高下嘛 不要放高下 大家都一样 然后呃 反正最后啦 就是想说 今天之前聊到的信仰 我想说我们在 呃 最后的话 我想要学台通他们 就是推 他们会推歌嘛 对 然后我们就推一款 看是模型也好 钢普拉也好 不一定 那今天我想要定的一个主题是 我们现在是传教士嘛 yup 最有信仰的 钢弹模型 最有信仰 我现在一定是那个 那个独角兽的MG EX 吼 哦 那个价格 那一个站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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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他其实可动还行 还行啊 可是重点是 他摆灯具上来说 他 还是得要 连接在那个底座上 他发光要插屁股 他还是 他没办法自体发光 他 他现在跟底座到底能不能分开 我不是很清楚 要发光一定要跟底座合在一起 我是说 那本体可以猜出来吗 本体可以猜出来 本体可以猜出来 但是就是 没有兼具发光这个功能 他是插上去 所有东西都是要跟底座在一块的 好啦 他 他有信仰的点就是 首先 MG的尺寸 PG的价格 对啊 价格就很信仰了 而且是很高档的PG的价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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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角兽的PG本体也没那么贵吧 4900啊 哦哦 也不 其实没有很贵 比较便宜呢 哦呦 MGX超越他的价格了 好恐怖哦 信不信仰 信仰 信仰到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他就是融合了 就是不能动嘛 要有底座 像神像一样 对啊 然后价格 考验你的忠诚度 真的 然后再加上 他的这个角色 独角兽 现在基本上 就是万代把他造神了 任何系列都要出 对啊 都会有 一定会让他参一咖 所以 OK啦 我 认同 我认同这一次 是目前最具信仰的刚普拉 哈哈哈哈 可以 可以过 可以过 考验你的信仰 这真的没办法 这太信仰了 对啊 又会发光 哦真的耶 你拜两下还要亮起来 哦 看得有够什么 巴鲁哦 哈哈哈哈 好了那提到这个东西 其实我个人的这个 呃 钢弹系的 就是对于机器人的品味 跟阿星其实不太一样 嗯 像 像独角兽 他这东西就有点 太主流 这 这个想法 其实就有点像是 有在听乐团 听地下乐团的人 太主流音乐 我可能会有点排斥 嗯 我现在对于 模型也是有点这种感觉 太主流 所以我就很喜欢 那个路上智慧队战车 哦 就那种小系列嘛 嗯 然后像是这一次的提到的那个小GK 就很不一样 我就会很喜欢 就偏非主流 对那我一直以这样的一个设定跟人设 就是在江湖闯荡 哈哈哈哈 只到最近我发现 我可能 我可能不是那么非主流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这就要讲到一个故事 这前一阵子不是那个 横冰的钢弹走起来了嘛 嗯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梦 嗯 我梦到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拿到了一本 记录这个横冰钢弹 制作过程的一个纪念手册 哦 对 然后里面就写了巨细迷 然后做钢弹这样子 然后 我拿到这本书一翻开来 第一页 然后就很多人签名这样子 我就哭了 哈 在梦里我就哭了 你哭了 我觉得很感动 哈哈哈哈 我说 哇 钢弹走路走起来了 我好感动 我就哭了 然后 我一起来就觉得说 给我到底在冲上想 哈哈哈哈 我现在想到 鼻子都还有点酸酸的 这么感动啊 我的天啊 在当下真的超感动 是真的 大落泪哦 不是滴两滴哦 哈哈哈哈 然后那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 他说 你怎么了 拍我的背在梦里面 然后一边呢 就是用哽咽的声音说 我很感动 哈哈哈哈 然后 然后吵起来说 这到底做了什么梦 由此可知什么 我应该是把我的灵魂 都献给万代了 哈哈哈哈 你迈过去 不愧对我 模型传教士的称号 哈哈哈哈 你前面要加万代 模型传教士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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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狐的我也很喜欢 他搜狐也很喜欢 对我都我都喜欢 你都喜欢 不设立品牌 不设立品牌 只是因为今天刚好 钢弹他先走起来 哦 以后 以后还有其他的可以走啊 对对对对 哦 超好笑 我想说 靠原来 对啊我原来我这么重视这件事情吧 哈哈哈哈 哦 就对啊 反正总之就是这样子 那之后我们就把话题结束在 我是一个很虔诚的模型传教士 这边画下一个据点 OK OK 哈哈 OK 好啦 那 诶 哦本来最后还要想干嘛 哦 对啦 啊就是最后 对 听到这边呢 有很多玩家说 诶听你们讲模型好像很有趣 嗯 那我到底要怎么开始呢 我不知道怎么入门 yeah 在这边推荐各位 YouTube搜寻好男人模型工作室 深入浅出系列 从最简单的如何把零件从框架上剪下来 到后续的上色改造以及制作 一应俱全 请去YouTube搜寻好男人模型工作室 订阅 按赞 并分享 好 也是告诉各位 最后的地方还可以再插一支广告 哈哈哈 如果有需求 因 节目进行中 还可以再插一支中间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好 那就这样子 OK 那我是 模型纯教士 丹尼欧 哈哈哈 我是阿兴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哈哈哈 嗯 诶 这次还不错 我觉得这次节奏应该是好 哈哈哈 哈哈哈